海中美味 鲜字当头 饼盖的蟹子 风鱼的贝类 以及众多的鱼香 都是大海的馈赠 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 造就得令人垂涎的海鲜盛宴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消费主张 欢迎收看 消费主张由五粮页特约播出 海鲜应该说是很多朋友的最爱 这一波又一波的海鲜 是走上了我们的餐桌 顶盖的蟹子 风鱼的贝类 鲜爽的海参 坦口的鲍鱼 以及众多的鱼虾 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大海给我们的馈赠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去各地的夜市上 看一看这些海鲜都有哪些吃法 霞浦县地处福建省东北部 是闽东间线历史最悠久的县份 霞浦海岸线长404公里 居福建全省首位 来霞浦能够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 也是众多游客选择霞浦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这边的海鲜都是贪族海� 有小海鲜 有小海鲜 还有我们现在品种是有1000多种 贪族海鲜有700多种 700多种贪族小海鲜 究竟都是什么样子 它们味道如何 记者有些都不及待了 就是金华那边就是 没有像这边这么多 这么多选择 很多的话就是我们那边 不怎么常见嘛 这边选择的比较多 最喜欢吃哪道菜 雪哈 雪哈是吧 它哪点鲜呢 长得好看 长得好看是吗 新鲜 不同地区的人都有不同的口味和习惯 每位游客给记者推荐的特色菜 看上去都不太一样 记者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 中会长会给记者推荐什么样的招牌菜呢 这个是属于辣螺 苦螺 我们本地叫苦螺 这个打出来 这个螺螺呢 这道菜做得一番好 我们小谷这道叫碎螺螺 葱油螺螺 曾经在北京喝过金奖 这道菜 对 在美食大赛 作为北方人 记者一直对于吃螺这种美食比较头疼 因为把螺螺从壳里弄出来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但是 等这道葱油碎螺肉端上来的时候 记者发现 这个难题迎刃而解 这个是螺肉 葱油螺肉 葱油螺 对 你起见看到的就是打碎的那个 你可以尝试一下 来 用你的 这个就是苦螺打碎的 对 一定要一个汤汁 加一点点的碎螺 一点点肉 一整勺 一整勺 多一点 然后含在嘴巴 给它味道 然后把壳再慢慢吐出来 吃出它味道还有里面的肉 对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吃法 就是比较新 吃的就是它的味道 我首先讲一下我的感受 我以前很排斥吃这种螺肉 因为我不会 它不会飘 特别是擅长往上飘 但是这个倒是很方便了 对对对 心生意息 螺肉全都吃到嘴巴 这个就是给懒人吃的这种做法 但是它很入味 很入味 主要是入味 所以它一定要带点汤汁吃 然后跟肉咬在里面 跟我们托瓜子一样 中间葱给记者推荐的第二道菜 同样也是本地的特产 叫做黄瓜鱼 黄瓜鱼是霞浦本地的叫法 在其他地方也有叫做大黄鱼的 这个黄鱼是我们本地的特产 这个是吧 对 灵德是黄瓜鱼之乡 黄鱼之乡 灵德 我们看上去好像跟黄鱼很相 黄鱼 我们就是黄鱼 这个也非常鲜美的 这个黄鱼非常贵 大的小的价格应该差很多 有一点差别 但是现在的黄鱼都是规模养殖的 它现在这边是特产 这边是养殖的 养殖的 但是也有野生的 但野生是可遇不可求 野生很珍贵的 现在野生的黄鱼非常贵 记者刚刚体验的葱油碎螺 是比较家常的做法 而这道黄瓜鱼的做法 则是在饭店才可以吃到的 从刀工上看就非常难得 这道菜取名金钱鱼卷 原来是野生的 但现在已经形成一个产业 现在是养殖的 但是这个养殖的这种黄鱼的话 它跟别的鱼不一样 它主要是鲜美很嫩 它的绿很嫩 有的鱼它就可能会有 嚼劲比较硬一点 它就非常嫩 这就是黄鱼的一个特色 我们以前知道 野生黄鱼的价格都是 动格就是天价 对 它一斤以上的黄鱼呢 野生的话 有的高度高卖的几千块钱 两斤以上又不一样 所以它这个黄鱼 但现在野生的跟养的会 所以这个口感就不一样 人家就把它养的 但是它这个价格就不高了 现在这已经是属于 大众的消费的 每个人都会吃一吃 这样一盘菜在这里卖多少钱 这盘菜在我们这边呢 68 中间葱给寄的推荐的 第三道菜 醉虾 则是把侠泊海下的新鲜度 体现得连离尽致 这种白虾是养不大的 就这么大 只能养这么大 然后这个就做成我们凉拌的 半白虾 它和别的虾 看着这个做的都透明了 这个是带子 带子的 带子的虾是最好的 不带子的虾还平宜 它有区别 像这样的虾 在咱们本地 大概市场下的 这个不是很贵 市场价一定在四十几块钱 可以吃生的 生吃的 中间葱告诉记者 海鲜可以生吃 是对自己品质 有极强信心 才可以做到的 因为对于肠胃 稍微不好的客人 都是很大的挑战 只要吃它的一个 活度你看一下 它有的可能还会动 但是越咽久 味道越好 然后我们这边 有一个带子的 小白家 带子的最好的 舟山市 位于浙江省东北部 东连东海 西靠杭州湾 它港湾众多 航道纵横 是中国趋至可数的 天然深水两港 沈家门夜排档的 六十七家海鲜档口 全部都没有名字 统一以数字进行区分 人生顶费 贪未绵延 与雨火交相辉映 是十里鱼港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这个叫什么 这个我们俗名 叫它小鲍鱼 又叫它胭脂 吸在石头上里面 然后我们要把它抠下来 现在卖七八十块钱一斤 真的是第一次鲍 快看 快看 它活的 它还是活的 这一盘看上去非复复的 卖下不是很好 这是什么 墨鱼蛋 一只墨鱼里面 会有这样一颗蛋 这是我们正宗周三尼罗 它有个特点 别看现在它长得挺大 它会放热水里一串 它马上就缩小了 这个见过吗 这是海里的草 它有一首歌叫做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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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的这个海草 就说的就是它 这就是海里的蔬菜 蝴蝶虾 你看它长得像不像一只蝴蝶 两只蝴蝶 它在海里游动的速度也很快 这边的肉就好吃 因为它经常在运动 除了这些小海鲜 它为上海摆放着一些五颜 形状各异的鱼 都是些什么鱼呢 这个我在嘴 这个呢 苍鱼 这个叫玉秃 像鞋底一样你看 对 你看它扁平的 然后这个面是有一点拿手 对 对 刺 这面就很平滑 对 大概在五六十块钱一斤 这个鱼就比较贵了 叫红果梨 你看它比较肥 两百多块一斤了 这个是石斑鱼 又叫它老虎斑 你看它的纹路 像老虎的皮一样 有斑纹 每到夜幕降临 沿海一公里长的海鲜排档摊点 慕名而来的品仙客人络绎不绝 刚好有人说这边味道很好的 所以我们就莫名过来了 一直没有机会来 今天终于来了 感觉怎么样 还蛮开心的 东西也特别好吃 沈家门夜排档以海鲜为主 食材都是最新鲜的海货 保持海鲜的圆着原味 是沈家门几十家夜排档 共同的做法 舟山盛产各种螺类 烹饪它们的最好方法就是水煮 焯水之后直接享用 一倍俗称淡菜 是一种双壳类软体动物 适合蒸煮 做起来也是清清爽爽 简简单单 你会发现这个花螺和绿螺 个头比较大一点 然后螺肉非常的有嚼劲 对 吃起来比较过瘾 黄螺它又叫辣螺 辣辣的口感 对对对 然后芝麻螺最小呢 但是它也很鲜 只是用水煮了一下 保持了它原汁 对对对 原生态的这样一个口感 这个是一倍 掰开了 里面的肉是这种黄色 像暗藏的珍珠一样 就这个吃法 一口咬掉 鲜 但是它比较软 葱油也是烹饪海鲜的 一种常用手法 小鲍鱼只需用开水煮烫 再用热油泼在葱花上 瞬间沸腾口味清爽 葱油海草的制作也是如此 很鲜很鲜的这个小鲍鱼 别看它小就一丁点 这个肉咬进去 就跟鲍鱼的肉 感觉是一样的 我会说你今天吃了 好几百只鲍鱼 很说实 海鲜有时候 蒸鱼就蒸在这个地方 有些要走好远 海边采摘的也比较危险 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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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唱歌边吃 很脆 像紫菜一样 海里也有蔬菜 就在满受欢迎这道菜 爽脆 海鲜吃腻的时候 来一口这个 很轻口 椒盐鱿鱼圈 选用上好的鱿鱼切成条状 圈状 再裹上薄薄的面糊 等到油锅烧热炸到金黄捞出 撒上葱花 蒜泥和辣椒 豆腐鱼 像豆腐一样柔软 在盆里放入姜片 剁椒 红绿椒 再倒点海鲜酱油 老酒 双椒豆腐鱼 大功告成 虎头鱼肉细嫩清鲜 水煮之后加入豆腐 葱段 姜片 鱼的鲜味被豆腐吸收 连豆腐也随着变得别样鲜美 而鱼肉也为豆腐变得更加细嫩 色香味就集中于 小小的一盆虎头鱼豆腐汤中了 周山的这个带鱼跟别处的带鱼它不一样 还没有吃你能够看到它这个带鱼的表面有一层 亮亮的银粉 这是周山带鱼的特点 特点 对 是我们今天刚从海上钓上来的 我说怎么这么新鲜呢 肉质非常的饱满 入口即化 非常非常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周山的带鱼应该是全中国最好吃的带鱼了 对 鱿鱼圈 以前吃过的烤鱿鱼比较多 在我们当地是一道非常有特色的休闲食品 外酥里嫩 然后外面还裹着一层淡淡的椒盐 对 非常的可口 是的 太好吃了 您多吃点 绝对可以当零食 您来尝尝我们这边的虎头鱼豆腐汤 这个汤里有鱼的鲜味 又有豆腐的糯香 因为尝过了刚才好多种鱼的这种鲜美和鲜嫩 现在配上一碗这么不咸不淡的虎头鱼炖豆腐的清汤 所以搭配起来真的很完美 今晚做的这21种鱼 除了刚才的淡鱼 鱿鱼 豆腐鱼 虎头鱼之外 石斑鱼 八爪鱼 小鲜鱼 小黄鱼 大黄鱼和各种海鱼 这里面最贵的就要数这条难得一件 个头在一斤左右的这条野生大黄鱼了 一千块一斤左右 那这一条就是一千多块钱 对 这个鱼的做法就是葱油 它保持了鱼的鲜嫩 但是又不失口感 野生的这个大黄鱼肉质太细腻了 人间美味啊 对啊 我也来尝一尝 清清说有野生大黄小黄鱼 不过两者虽然都叫黄鱼 价格的差异那可是天让之别哟 它跟大黄鱼还是有区别的 它是在市场上二十多块一斤 第一口下去啊 这个野生小黄鱼 它的肉质也非常的鲜嫩 但是相比较野生的大黄鱼啊 它的肉质更紧实一点 对 也不坦 就说明了这个野生大黄鱼 物以稀为贵 对 因为我们用最短的时间 最少的佐料 保持原汁原味的做法 那我觉得这些就是周山的味道 对 家的味道 天津是一个被海河穿越的城市 这里的野生火 也就在海河边缓缓开启 我早就听说了 天津人是借钱也要吃海鲜 可是没有想到消费水平还是蛮高的 那这个四百多的自助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排队呢 它到底好在哪里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帝王蟹任意吃 活泼龙捉捉有 来自阿拉斯加的帝王蟹 来自加拿大的波士顿龙虾和象拔棒 还有法国的生蚝和鹅干 西班牙的红摩虾和五椎火腿 甚至是泰国的榴莲和鳄鱼 这样国际一发的海鲜自助 午餐的价格是398元 晚餐则高达498元一位 依然时长满座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体验是在家里自己吃不到的 因为种类多 你在家不可能一二都买一些 品种全 而且新鲜 天津人对于海鲜的喜爱 真是发自肺腑 记者很好奇 近500元一位的价格 为什么有人说实惠 这帝王鲜 1499一只 棒大概在1000块钱左右 一只虾大概在158 哇 还真挺长的 我的手掌是差不多大了 鲁在市场价在289左右 这一只火腿在市场价 8000也就在100多份 波士顿龙虾在市场价是298一只 那我不是吃两只就回本了 对 差不多 除了传统的海鲜自助 还有一种更霸气的海鲜吃法 在天津越来越流行 这个更鲜 你在北京吃的可能更好吃吧 我觉得 挺好吃的 这是海鲜大咖 别急 后面还有更霸气的呢 直径1米5 动用海鲜16种几十斤 这种巨无霸海鲜锅的名字 叫海鲜巨咖 专门针对聚会而制作 二人份的价格是2888元 热火 浓酱 在厨师的翻炒后 变成了一锅浓汤 喷香的浓酱和热油 嚼在热腾腾的海鲜上 再经过微火加热 麻辣和鲜香混合在一起 刚一出炉 就让人垂涎欲滴 在这里 海鲜大咖不仅有经典的麻辣口味 还有圆汁口味 咖喱口味和双偏口味 海鲜不仅仅可以在大盘里横着吃 还可以放在海鲜塔里竖着吃 唐山地处渤海湾中心地带 位于河北省东部 在唐山的曹飞店区 这里是唐山的海港 每到傍晚种类繁多的海鲜 是这里夜市的主角 来到唐山吃海鲜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那在曹飞店有一种海鲜 它身上是长毛的 长毛的海鲜 这样的海鲜还真不多见 而且它是可以和米饭搭配在一起 这个味道你肯定没有体验过 我带你去尝尝 这个外壳长着毛的贝类叫麻罕 里面的肉质发红异常鲜美 吉娜说它就是长了毛的海鲜 和米饭搭配在一起 是一道美食叫麻罕子焖米饭 麻罕子焖米饭 净身量学有泥台的 沙滩的压成 学到本地泥台的以后 开盖 开壳炒锅的时候了 它被这个一定要活得又快 由啥说呢 它活慢了 它爱老 倒到锅以后 净和量变解盖 一解盖麻罕的生 米饭不瘦 它不饱满除了以后 石师傅做这道菜 用的食材很简单 新鲜的麻罕 当地的大米 再加上点五花肉和蔬菜 锅内放入油 五花肉所编出香味 接下来 去壳的麻罕的加入 能够迅速让锅内的味道变得丰富 鲜味和香味扑面而来 白菜经过翻炒 让普通食材进行了一次新的升华 把生的大米放入锅内快速翻炒 让大米能够充分吸收麻罕鲜味和五花肉的香味 把锅内丰富的食材都倒入铁饭锅中 小火焖二十多分钟 一份麻罕子焖米饭就做好了 记者很好奇 这道麻罕子焖米饭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口感呢 米饭好像是经过焖完之后的米饭 金娜告诉记者 在唐山曹菲殿去的夜市上 还有一种特色美食是一定要去尝尝的 唐山它是一座沿海城市 尤其是在曹菲殿这一块 它有一种海产品 它长得特别可爱 也特别萌 就是特别爱生气 看来这是一道有脾气的菜 是的 不过它生过气后的口感 保证让你惊艳 那我得去尝一尝 走 一起去尝尝 第二天一早 金娜带着记者来到一个小镇子上 寻找这个爱生气的美食 它就是河豚 唐山曹菲殿 就是中国最早养殖 红旗东方豚的地方 曹菲殿的十里海河豚小镇 是亚洲最大的河豚鱼养殖基地 一到傍晚来到这里的时刻 必点的就是河豚了 这个红烧的吧 它注重的就是鱼的鲜美 然后肉质呢也特别筋道 鱼皮吧 对于女生来说 就是吃多了可以美美揉 时刻们点的最多的就是红烧河豚鱼 红烧河豚鱼要选择整条的河豚鱼 新鲜的河豚鱼 姜片 香叶等八种配料 都是红烧河豚的标配 要想把这道菜做得美味 还要掌握两个关键的技巧 火候特别重要 刚开始一定要大火烧烫 把这个河豚鱼的胶原蛋白 都炖出来以后 小火慢炖 把这个河豚鱼的这个肉质 变得软糯一点 热油下锅 把准备好的配料 放入油锅爆鲜后 处理好的河豚鱼 要整条下锅 要想让河豚的鲜香味更浓 还要加入提前熬制好的高汤 小火慢炖出软嫩的口感 半个小时过后 这道红烧河豚鱼就可以出锅了 吃皮有讲究 尤其吃红烧 也把它翻过来 滑滑的那边放入嘴里 因为它这个上面有小刺 但它这个皮是非常养味的 它其实有刺的感觉 这个刺上就好像像按摩你的舌头一样 它第一次吃的时候有点不太习惯 但是慢慢吃越吃越上野 好 接下来要提出我们今天的消费主张了 本期消费主张板块是由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 养生故本 健康人生无限级 秋天是鲍鱼生长比较快的季节 这个季节鲍鱼的肉质非常的肥美鲜嫩 同时到了11月份 也进入到了海参大规模出生期 海参 鲍鱼都是秋季的进步佳品 那冬至前后正好是大鱼最肥美的季节 这个时候的大鱼 它为了过冬会给自己做很多准备 准备什么呀 就是体内积蓄了好多的脂肪 而这样的大鱼 它是肉厚油润味道特别的好 而11月份也是鲁鱼肥美的时候 这个时候产的鲁鱼肉质也是相当的肥美 而且还营养相当的丰富 另外这个时候的鲁鱼 它有润燥和氧味的双重作用 是秋季滋补的首选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豪情万丈 东北的锅包肉 内蒙古的清炖羊肉 鲜姜的烤全羊 在这个寒冷的季节 大口吃肉才够爽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何以解忧 大口吃肉 当然是对那些喜欢吃肉的朋友来说 大家可以想一下 当这个油脂转化为多巴胺 在胃里徜徉的时候 那种舒坦真的是语言难以形容的 东北的锅包肉 酱肘子 内蒙的清炖羊肉 江西粉蒸肉 大口吃肉 冬天才够爽 明天的节目里 我们将会去到各个夜市上 体验一下无热不欢的感觉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朋友们 再见 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